新增表格遮蔽 各位老師好 現在為各位老師介紹新增表格遮蔽的功能喔 新增表格遮蔽可以讓你的活動設計更具多元化 我們來看看在昆蟲大考驗上面 如何應用新增表格遮蔽呢 這邊有一個題目 哪些昆蟲會凝叫 答案是什麼呢 有的小朋友可能會選取是蟑螂嗎 我們看看 嗯不是那是瓢蟲嗎 那有些小朋友可能會選正確的答案喔 是蟋蟀嗎 那我們來看看是不是正確答案 所以呢 蟋蟀是正確的答案 運用新增表格遮蔽呢 我們可以請學生上來挑選答案 再把正確的答案公布出來喔 那如何使用新增表格遮蔽呢 在這邊做一個示範 我們先點選表格 設定欄列數 按確定之後呢 你就可以調整表格的大小跟它的位置喔 接下來要做的是把圖片拖曳到表格內 那圖片可以從資料庫裡面尋找 我們可以點選資料庫的VOSA 素材庫 選取你所要的圖片拖曳到字面面 再將你的圖片拖曳到表格就可以了 好 現在點選表格一下 快速鍵有一個新增表格遮蔽 快速鍵有一個新增表格遮蔽 這樣子就可以把你的答案隱藏起來了 再請學生上來選取答案 輕點一下表格答案就會出現 如果老師想要再次的不停呢 一樣先點選快速鍵的新增表格遮蔽 答案就可以被覆蓋起來了 謝謝老師